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常我们讲放下 放下就是血 血就是死血 无所会习之一 不是 就是放下 自己决定不后悔 决定无令习 真正放下 放下什么呢 底下给我们说明了 为内法外法一切解释 外法身外之物 内法是身体 或者是我们讲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体力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技能 这都是咱们的 我们所有学会 可以更生 不计较报仇 不计较代价 这个叫血 那是能血 所以老师教我的方法 一点一点方 先从身外之物放下 容易啊 身外之物 我们最执着的 不过于钱财 所以老师教我 学故事 这真正 从跟出家人见面的头一天 他就教我学故事 那个时候 我生活非常艰苦 自顾不暇了 哪有钱就不失 老师问我 你一块钱也没有 一块钱还可以 一毛钱也没有 那没有问题 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故事 养成一个习惯 这些东西 如果 把身外之物 通通都放下 然后提升自己 要把内财 布施掉 什么叫内财啊 内财不是身外之物 把身体 捨出去 怎么个捨法呢 现在 在道场里面做义工的 就是内财布施 我们就要把智慧 把劳力 把精神 把时间奉献给道场 奉献给所有的同学们 不求任何果报 我们今天讲报仇 不求任何报仇 这叫内财布施 内财布施的功德 超过外财 超过身外之物 各位想想 纵然你这个经教 再熟悉 讲的天化乱绿 你自己的身外之物 一样放不下 领袭 这个内财呢 更不必说了 内财外财 都精灵 都舍不得 你所学的那些佛法 讲的那些佛法 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那是 道听屠舌 听别人这么讲的 不是你自己 为什么呢 与你自己的决心呢 完全不相应 即使到你自己 完全放下了 与你的本决心相应 这个时候 你所说的 所讲的 是从你本决心里面 都漏出来的佛法 不是道听屠舌说了 展开精本 不是说别人的 是你自信的佛法 不是跟到别人做的 佛告诉我 三界六道轮回 是怎么来的呢 是由我执而来的 换句话说 念念的 都有自己 念念为自己 这是并现出的六道轮回 所以 穆罗汉 超越六道轮回了 他凭什么 穆罗汉我执没有了 所以 我执破掉了 轮回就没有了 法执破掉了 就明心见心 法执就是所致障 莫执就是烦恼障 有母就有烦恼 有法执就有无力 所以破我执就超越 生死轮回了 佛教给我们 如果念念都想自己 你这个我执天天在家中 你怎么能出得了三千 小成人修行困难 这个母职是无量界来 生生世世坚固的习气 怎么会破得掉 连晚上做梦也没把自己忘掉 可见得真难 大乘方法强妙 叫我们齐心动念去想一切众生 利益大众逐渐把自己淡忘掉 齐心动念所作所为都要为众生 不要想到自己 众生有福 我这些生也有福 因为我也是众生之一 不是众生之外 众生有难我也免不了 所以齐心动念去想众生 慧力全身 不要想自己 这样就对 而且尽心尽力 就帮助这一切众生 至愿无倦 不疲不倦 忍真努力去做 你就会做得很自在 我这个身体 现在在这个世界 干什么用呢 请众生佛物 我的身体健康长寿 众生有福 我要这短命死亡了 众生没有福 这个身体 与自己不相干了 与自己没有利害的事 是用它来做利益众生的工具而已 这怎么不实在 一种好事做圆满了 自己没有功 做失败了自己没有功 如果利益是属于大众的 所以志愿就无尽 业障的根源就是自私自利 一个人自私自利 什么样的业障都有 能够把自私自利的心改掉 齐心动念利益一些众生 你的业障就从根拔掉了 没有业障 怎么说没有业障呢 没有我了 没有我哪有业障 它有什么障碍呢 这个叫从根拔出 什么事情先想到 与我自己有没有利益 你这个业障怎么也下不了 一天念十万生佛号也是枉然 天天拜凉黄灿 头都磕破了 业障还是下不了 不然能够把这个心扩大 齐心动念 多为一切众生的利益作强 根本不想到自己 你也不要念佛 也不要拜佛 印章全没有了 这是实实在在的话 要改过自心了 过时根源就是自私 就是我啊 什么都想到我 但是变根 所以佛法自始至终 就是破无知 为什么在修学过程当中 叫你啊 发愿回向 回向呢 就是把你所修所学的一切功德 都送给别人 都送给别人 自己不要了 都为别人修的 不是为自己修的 换句话就是 把自己都忘掉啊 这是大成啊 破无知 绝妙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我啊 扩大 大而化之 这个小我就没有了 什么是我呢 静虚空变法界就是某 唯一切众生作祥 就是唯我作祥 唯我作祥 就要唯一切众生作祥 这个是相见的